無論宣判結果是我輸還是我贏 其實遊戲橘子都已經贏了 因為他的戰術成功了 他就一直拖到錢照賺 拖到大家都不關注難得抵制了 然後營收通通入代 就他們最終目的就是要賺錢說白了 那他們也真的成功賺到了 所以我認為這場仗 遊戲橘子贏了 我必須很遺憾的說我認為他們贏了 就是他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就是錢 但是台灣人民賠掉了什麼消費權益吧 在去年年中不是有公布轉蛋法嗎 就是說以後只要是消費的課金手遊 無論是直接或間接的道具 你都要公布機率嘛 否則會財罰什麼50萬對不對 但是到我介於戲局在那個過年期間 禮包啊什麼也是都沒有公布機率啊 就是他在賣的課金商品也還是 有幾樣道具是沒有公布機率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他們而言 那個50萬根本沒什麼